生而不打,斗而不破 这个是拜登现在对中国大陆的立场已经非常的明确 况且这是拜登脱稿演出的一段话 我把它简略 就是生而不打,斗而不破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角人张有话 中国情 小美琴来台北 他是2月7号、8号 大概到2月中旬 他就要回到华府 这次小美琴回到台湾 大概9到10天 他表面上是反驻住址 但是事实上应该有重要的讯息 提报给蔡英文 他已经见了陈建仁跟曾文燦 也要见蔡英文 这个里面有没有要传达的重要讯息 这个是值得关切的一个问题 这个值得关切的问题大概分成五大类 第一大类一定会谈及麦卡锡 何时来台湾的问题 那台湾如何因应 这个是一件大事 因应不好的话 可能发生擦枪走火事件 就是说麦卡锡 不管他来不来台湾 美国的白宫的态度 跟过去裴洛西老太太来台的不一样 美国白宫过去曾经劝过裴洛西 不要来 希望台湾撤销邀请 台湾做了 但是裴洛西老太太依旧要来 难也难不住 裴洛西老太太跟拜登 一个是执政党的总统 一个是执政党的众议院的院长 连拜登都劝不了 对自己同志他都劝不了 他如何能够劝退麦卡锡 所以白宫对于麦卡锡的访谈 可以说是半鼓励半主动 那台湾对于麦卡锡是全主动 从这个角度看 麦卡锡他会来台湾 只不过什么时候来 还要经过磋商 来了以后 这个局势的发展如何 还是你要看当时的状况而定 至于中国大陆的反应 也要看当时的状况而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小美琴必然要见赖清德 对于美国对赖清德的疑虑 小美琴应该会解释给赖清德听 那赖清德他也会把个人的一些想法 跟作为向美国解释清楚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从赖清德讲 以美论这三个字开始 就可以说美国对于他是不放心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了取得美国的信任 小美琴应该会跟赖清德之间有所常谈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就是小美琴会见蔡英文 他会谈贸易框架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跟台湾政策的核心 究竟那是什么 他会带来华府的讯息 这个讯息可以说是代表了 美国的白宫跟参众两院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应该怎么做 那蔡英文必然会有所回应 那第四个 就是小美琴这次回来 会不会答应成为副手 各位看 小美琴在台北的旗舰 民进党内部突然传出 针对陈水扁说 郑立军极有可能成为赖清德的副手 现在有人就在运作 运作郑立军去参选中正万华地区的立委 如果郑立军去参选的话 各位想想看 他有可能成为副手吗 那就不可能了 就等同帮小美琴 直接排出账卖 事实上 这一则传闻出来 我很压抑 我有问了民进党的朋友 他只跟我讲了三个字 新潮流 就是说新潮流 把他排到 跟林长佐对决的地方 因为过去这个地方的地盘 新潮流 是曾经经营过的地方 那换句话说 他们安排郑立军跟林长佐 对决 再加上一个国民党 各位就可以想想看 各位可以想想看 这绿军就不可能成为赖清德的副手 因为他一旦参选 他就不是副手了 这个是第四个 那第五个 就是肖美琴 怎么界定自己 他要跟赖清德的合作模式 究竟那是什么 我想这一次 他们应该会谈的比较清楚 所以从这五项 我们可以看 就是肖美琴的这一次来台 不是像媒体报道的 那么的轻松 因为各位看 高空气球的世界 极弱世界 加上美国对台湾的态度 立场 加上麦卡锡 然后加上美国 拜登的国情之文 讲到美中关系 讲到美中关系 大概四个字 够而不破 争而不打 应该讲八个字 争而不打 够而不破 这个是拜登 现在对中国大陆的立场 已经非常的明确 况且这是拜登脱稿 演出的一段话 我把它简略 就是生而不打 斗而不破 从这八个字里面 你可以看出 美国现在对中国大陆的立场 那更重要 就是美国对于大选 对于台湾大选 尤其对赖清德的部分见解 虽然不见得正确 但是对赖清德来讲 非常致病 我们从这一些 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确确的说 萧美琴这一次的反台 不会无缘无故的说 反台数字 而是要传递非常重要的讯息 这个讯息 大概民进党内能够知晓的 只有四个人 一个陈建仁 一个郑文山 一个赖清德 还有一个 大家通通忽略 蔡英文 只有这四个人知晓 在这种情势之下 萧美琴会在台湾停留 九到十天 二月中旬 以后回到美国 各位可以想想看 他短期内 应该不会再回台湾 述时 而是在美国 处理完这些事的时候 他极有可能会回台 那个时候 才会更换 所谓的驻美代表 那这个里面 我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新潮流在运作 郑立军 去参选中正万华地区 对临场所并不理浪 这则消息 传得出来是非常的突兀 也非常的突然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郑立军一旦宣布参选的话 那萧美琴极有可能 成为赖清德的副手 那更重要的是说 当阿扁在为郑立军 抬轿的时候 会传出这个消息 你可以看得出来 民进党的搭配 应该已经成型 那所谓的赖消配 所谓的德美配 都可以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到 为了副手 新潮流是会为赖清德 排除障碍 反观国民党 为了副手 还在争斗不已 所以我们可以说 两党真的是性格不一样 在性格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萧美琴她来到台湾 显然不是反处 数字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我曾经说过 她要完成蔡英文的历史定位 更心愿 这个才是值得大家关注的